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12号大记者问表示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、分裂国家、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从标题到证文都清晰指明 刑事惩治措施只针对极少数涉毒严刑恶劣、谋毒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实施的分裂国家、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 这份司法文件严格依法制定、惩治对象精准 不针对、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台湾任何政党、团体、人员 只要不分裂国家、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、一家人 与大陆交流交往都不存在障碍